这个村的组长坐上高台上监视村民 没有一户赶亮起一盏灯 他终于满意 寻业的博业却急匆匆赶来 说有很多人聚在村里的寡妇家 快被闷死了 组长白家轩顾不上询问原因 连忙赶往李寡妇家 原来这个村子自从种因素之后 村民都赚得盆满钵满 还染上了赌博的恶血 一开始 为了防止各家各户把果子卖给烟馆 白家轩四处奔波 为村民寻找更多收药材的药铺 但烟饰给的价钱高于药铺几倍 村民瞒着组长白家轩全都卖给了烟馆 有了多余的钱 日子不也苦了 白鹿园的村民钱多得没出花 开始聚众赌博 光是赌钱还无法满足他们 甚至花钱请戏台子在村头 唱婚段子 白家轩得知以后 带人将他们全部赶走 又一次进城的时候 药铺老板告诉白家轩 村民已经很久没来 他这卖过药材了 白家轩这才明白 原来村民都瞒着他 把果子卖给了烟馆 等他回来的时候 从巡夜的伯爷那里得知 陆子林叫了几个人进了保障所 白家轩怒气冲冲的 来到了陆子林的保障所 却发现他们屡教不敢还在赌博 前几次他抓赌博总是寻不到郑主 这次抓了个郑主 他气得将牌桌掀翻 在场的人惊慌的四散而逃 等他想把剩余的麻将都给扔了之时 却注意到了藏在柜子角落里那双鞋 这个身影他在熟悉不过了 正是自家长工陆三 但他没有当场拆穿 若不是他开启了种烟草的苗头 村里这股不正之风也不会弥漫开来 白家轩觉得罪魁祸首其实是自己 陆三羞愧难当 他后悔不该瞒得东家把药材卖给烟馆 可是咱村上的人都说是卖给药铺了 谁家不是卖给烟馆呢 他们也就是瞒着你这个当组长的 作为组长的白家轩 决定整治村里赌博的不正之风 在村民会议上 他直接说出了最近的问题 从赌博听婚戏到心态 一个也没有落下 随后还表示 会议上村民都表示自己不再赌了 但是私下里却把这番话当放屁 陆子林为了抽提成 还把赌徒们都安排到一个开灯 不见光的地方 到了第二天半夜 白家轩就守在了戏台子上 全村黑灯瞎火风平浪静 他还以为村民是真的 幻然醒悟改过自新了 却不知道 陆子林把赌徒 安排在了李寡妇家的比较里 陆子林给缺钱的人放高利贷 李寡妇则抽赌局的水钱 每个人乐得其所 可是众人聚在过于狭小的空间里 氧气自然不足 甚至还有人几乎要闷死在地窖里 地窖里的氧气消耗殆尽 组织赌局的陆子林 只敢躲在外面观望 白家轩此时没心思和陆子林争辩 他舍弃自己的安危 爬进地窖里去救那些缺氧的人 这个女人快要生产 可他身边却无人照料 平日里对他疼爱有加的丈夫 和公公婆婆都不见踪影 独自生下一个孩子后 他起身点火烧柴想要清洗身子 但一回头 自己刚生下的娃娃被一头白狼叼在口中 黑娃这时候刚割完草回到家 捡起了地上的刀就朝白狼追去 路上正好遇见扭打在一起的村民 原来刚刚因为赌博的事 女人的丈夫白家轩和村民起了争执 作为组长的她坚决不允许赌博风气 但是村民却阳奉因为 大晚上聚众在李寡妇家的地窖里赌博 可是地窖空间狭小 在场的人纷纷缺氧窒息 是白家轩连忙赶来 不顾自己的安危 拖出快窒息而亡的 几个赌徒 当白家轩拖着筋疲力尽的身体 走在回家的路上时 正巧撞上了 从林村彻夜赌博回来的白星儿一行人 此时的她拉上这群不争气的村民 想要叫醒他们 但满心失望的她 最终还是放弃和这群人争执 她意识到了身为组长的自己 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 这群无可救药的赌鬼 一次次的不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对自己的自责和对众人的失望 一下子就冲上了心头 摇摇晃晃的她再也撑不住了 一头便栽倒在了地上 等醒来之后 她立马找来李寡妇询问情况 李寡妇告诉她都是陆子玲设下的赌局 而且抽钱和放贷两头转 李寡妇不认为自己有错 她怀疑白家轩和陆子玲是一伙的 她就是想把赌钱收入囊中 而陆子玲不但不认错 反而指责起了白家轩 几人的骂架越演越烈 白鹿两家干脆直接打起架来 他们是白鹿园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老老少少都赶往斗欧现场 就连白孝文也加入了其中 年龄尚小的白孝文 被陆赵鹏一脚踹翻在地 两大家人打得不可开交 就在这时 桑老八急急忙忙地跑到了戏台子上 大声呼喊 白家轩这才知道自己媳妇生产了 她连忙回到家 却只看见满身血污虚弱不已的仙草 孩子却不见了踪影 娃娃被狼叼走了 白家轩追赶白狼的同时 还不断呼喊着黑娃的名字 原本互相扭打在一起的村民 此时也凝成了一股声 拿着农具 加入到了追赶白狼的队伍当中 陆子林也放下了个人恩怨 带着陆家族人紧追不守 一时之间 族里的人忘却前有的矛盾 都朝着一个目标进发 从白狼嘴里抢回孩子 白家轩跟着黑狼跑了许久 在一个山头终于停了下来 她借过黑狼手里的刀向白狼冲去 可白狼的一声吼叫 把她吓得跪倒在地 她死死地盯着白狼 不敢轻举妄动 没想到白狼却没伤害娃娃 娃娃还发出了开心的笑声 不知为何白狼忽然转身跑走 白家轩赶紧扑上去 紧紧地抱着刚出生的娃娃 这娃娃不但毫发无伤 还躺在她的怀里就被捉上 估计觉得刚刚白狼是来陪她玩的 却不知道自己刚刚命悬一线 回到家后又把这惊奇的荧幕 讲给仙草 白家轩很是欣慰 黑狼能在第一时间救白铃 于是把女儿白铃扔给了陆三 还让孝文和孝武代替白铃给陆三行李 这个村子没有一个人种粮食 地里全都是招摇的因素 就在之前 他们辛辛苦苦用完粮食 运到县城卖 结果全村要卖的粮食全都被扣了 是县里当别的扣的 说我们该叫公粮 说今年鬼谷还要让我们再补上三车粮食 今年收成不好 每家就靠这点粮食过火 结果官兵这一闹 赚钱指望没了 还得再往里面贴 一时间众人都唉声叹气 不知道今年要怎么过下去 眼看各家都已经拿不出多余的粮食 白家轩一气之下 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冒失 要回被官兵抢走的粮食 他偷偷拿出了祠堂里的鸡毛信 让陆三传给陆村 所谓鸡毛传帖 原本是早年间闹土匪时 十里八村之间互通信件的一种方式 白家轩这次也是想借此 号召陆村共同对抗官兵 陆三不负所托 两村达成协议 以土枪放三声为约 但一向就和白家轩 暗地里较劲的陆子林 把白家轩准备带头闹事的消息 告诉了在县里工作的田福贤 随后田福贤就和陆子林来到白家 找借口赖在白家不走 实际上就是把白家轩困在家里 不让他出门闹事 邻村那边也安排了人 而且土枪出问题了 想不了 这不想怎么行动呢 眼看已经到了集结的时候 但白家轩却无法脱身 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他让陆三翻墙出去代替自己 当陆三来到约定之地的时候 试图说服大家听他的指挥 可带头的人却一个都没来 村民都不相信陆三 没听到三声响之前 大家都不肯有所动作 村民聚集的消息传到田福贤耳中 他急忙前去查看 但是又担心白家轩会搞事情 于是让陆子林看好白家轩 这边的陆三和邻村的人 还在极力劝说村民 村民几乎快被说服之际 田福贤赶到了 这可是关了 众人马上掐掉刚刚被激起的苗头 纷纷扮起老实百姓 可这是一声响响 啥东西 村民像是脱缰的野马 没搞清楚状况就往外奔去 原来这是白家轩的计谋 被陆子林带回家里看守的他 看到陆子林家的墙上 挂着一把祖传的土枪 他故意询问这土枪的来源 得知这是陆家若有人当官 便去先祖坟前告知用的 于是出言挑衅 这也是个摆设吧 怕你来放冲子的火药都没有了 还想啊 陆子林拉开抽屉 向白家轩显摆着火烙 第二声 谁知白家轩却拿着土枪 朝着陆子林笑 然后朝着天空放出了第二声 村民这才反应 一开始说的信号是三声响 冲向县城的步伐停下来 开始等待最后一声信号 但白家轩 却被陆子林几人给死死地 按在了地上 这时陆老爷子 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 把地上的冲子给捡走了 可他却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成功 第三声响 三声响 越来越多的人带着农具 跑出家门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群 像一条河流一样汇集到了一块 不久之后 这群乌合之众便冲到了县城 看似坚不可摧的城门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 阴声而道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看着这群人要起义的趋势 只好赶紧许摸 不仅不会多要其他的 之前上脚的粮食也会全数送回 口粮事件圆满解决 但村民眼红因素种植的暴力 加上害怕下一次县里 又出而乏 纷纷将地上的作物权换成粮食了